周一常念思维观察善法 你就不迷了 不会堕在魔道 一念不觉一念就堕了 一念觉又回过头来转回来 我们学佛 就是出家的同修 每一天还不就在摩根佛里头打转转 一会是佛一会是魔 那么这个账好好的算算 到底这一天我做魔的时间长 还是做佛的时间长 如果做魔的时间长过做佛的时间 前途很危险 而做佛的时间要长过做魔的时间 你还有救 那么你自己修行有没有把握呢 靠不住 为什么呢 灵命中时一个我念起来了 变成魔了 不可靠啊 所以我们要常常记住 安师高那个同学 说老实话 我们不如他了 我们比他差远了 那是一个好处家人 民精好施 民心 讲经说法的法司 又喜欢布施 毛病出在什么地方 每一天出去拖拨 你看看人家的生活 三一一拨 真的树下一修 日中一时 这样的修行人 拖拖 拖得那个饭菜 在不如意的时候 心里头有一点不高兴 这顿饭不太好吃 还是要吃 就这么一点点不高兴 堕落到出身道 我们今天有没有不高兴的事情 他拖出身道 因为他是个讲经法师 又喜欢布施 有智慧有福德 所以在出身里头做龙王啊 我们想想 恐怕我们将来拖出身道 变什么呢 小虾米啊 我们做不了龙王啊 我们的智慧福德 修行不如他 我们所造的业障 比他不知道要超过多少倍 我们要拿这个四十来做比较 想想我们是什么个前途 不需要问人 问自己就清楚 就明白 我们有没有把握 真正往生极乐世界 都要看现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想一下什么 念的些什么 干的些什么 佛华不欺骗人呐 大臣经跟我们讲四十真相 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 我们为什么到这个世界来 活着干什么 将来到哪里去 有没有认真想想 如果认真多想想 对我们的修学 对我们修学佛大有帮助 不可以醉身梦死 每一天糊里糊涂过日子 这不是办法 这个就是轮回心 还是造轮回印 学佛 念佛讲经 还是在造轮回印 按时告诉那个同学 不就造轮回印 我们有个什么办法 能够不造轮回印 那就是要认真干 烈死烈心 日常生活当中 要求随缘 绝不叛允 每一天 我们遇到的一切人事物 别人供养我们的 好 坏 不要分别 不要计较 欢欢喜喜 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 我们才有救啊 对这一桩事情欢喜 对那一桩事情厌倦 这是轮回心 这是轮回印 解决不了问题 念佛求往生 到临终 可能造成障碍 真正习求往生的人 必须把这些障碍 要排除 那么这个是魔王 的热蛇 经中还给我们讲到 像八大人绝经 给我们讲到四中 这是佛在经上常讲的 无音 无音 色手相行使 色手相行使 能生种种苦恼 所以也把它称之为魔 我们在预计 我们在预计 在色迹 色迹就有身 有身 你就有这种障碍 就有这些苦 无色迹 无音魔 没有 去到无色迹 色迹 预迹 那是没法避免的 那么我们 这个身 是无音身 如何减少 我们这个身的痛苦呢 那必须在 饮食 日常生活当中 要多加注意 古人常讲 病从口出 或从口出 所以佛教给我们 守口如瓶 不但是说话 要守口如瓶 吃东西 也要守口如瓶 不能贪吃 贪吃 吃吹一层病出来 是无音魔 烦恼是魔 这个大家容易懂 死是魔 寿命短 我想学一段 还没修 完成寿命道 来生纵然有云 但是当中 断的这段时间 不容易接起来 天魔 天魔是讲 外面环境的诱惑 这个诱惑的力量很强 你能不能不受诱惑 这个是四正魔的六手 下一次呢 我再详细跟注意报告 因为他对我们妨害 真的是太严重了 我们要认识他 才能够预防他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 谢谢